主席是不是先請,現在部長走了,要請誰? 誰可以代表部長? 副部長,請 請副部長 副部長,請教一下 我們在徵兵也搞了好幾年了 募兵搞了好幾年了 早上也很多委員提到,說是不是搞假的 現在看起來,我記得早上御防委員 他用觸目精心四個字來形容我們募兵的績效 我先不討論這一塊,我先問一下副部長 徵兵跟募兵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最大的不同,募兵是他志願意 那正命是義務意義 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一個是志願,一個是義務 一個志願,一個是義務,還有什麼不同? 服役的連線也不同 顯然,國防部還沒有抓到 這種人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一個是義務,一個是職業 待遇也不同 對不對? 一個是我必須要接受這個義務 我要去做,我要把它完成 所以很多人把它當成是一個枷鎖 是一個限制 一個是職業 職業是什麼意思? 職業可以 職業可以 就個人來講 他可以當成他終身的一個事業 如果他是一項職業 國防部今天在進行招募工作 那國防部自己是什麼? 你們現在如何看到國防部自己? 你要轉型成一個全募兵制的國家 國防部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今天你要招的都是 他們要把來當兵這件事情 看成是一項職業 國防部不能把自己當成慈善機構 對,國防部是僱主 你是僱主啊 你就好像一家公司一樣 你這家公司要有戰力 你必須招募到對的人 而且你付他薪水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招募的結果 到今天我們看到的是 如林玉芳委員所講的 觸目驚心 找不到人 我很難想像 我們再演兩年 2016年的國軍長什麼樣子? 副部長 你有沒有想像過 再兩年而已喔 2016年 國軍會長什麼樣子? 你現在敢想嗎? 我們在101年 去年開始是一個實驗 實驗的執行當中 我們發現到問題 我們不斷的會在行政院 你們現在 我剛剛問的是一個心態的問題 顯然國防部還不知道自己現在是僱主啊 你還不知道要如何去招聘你的員工啊 你現在用什麼方式在聘你的員工? 我們目前現在國防部採取的一些措施 包含了銀色的一些整件修散 然後一些內部管理 還有一些福利的一些措施 像陸軍他有成立的一個實驗營 都在做一些改善的工作 那麼實驗營 貼行之後 到目前流營的狀況 也比以往要增加 就表示說這些 一些初步的措施都有一定的成效 那麼在行政院跨部會方面 也在上個月27號也召開了一個 跨部會的一個協助的一個研討會 我們相關在這方面我們所報的一些帶入 帶入輸入跟尊嚴都報了一些相關的規劃 我之所以本席之所以這樣問 我覺得還是光明你們在面對募兵制的心態問題 今天如果你們還是拿徵兵制的心態 要來面對這些你招募來的兵 那我跟你講你絕對募不到 為什麼我這樣問 在座很多人都當過EUV的兵 我也當過嘛 EUV的兵是怎麼樣 叫你幾月幾號到那裡 就任他拆遣了啊 中興訓練完下部隊做什麼 隨便在上面拆遣 對不對 也不管你的背景也不管你的職 你的專長什麼都不管 所以我念政治系列 政治系畢業的我如果抽到海軍艦艇的話 我就去上面準備運船一年 那我要講募兵制最大的差別 就是國防部你可以設計啊 你需要拿幾種類的兵嘛 我們那麼多高職 這些高職生 高中生 你們有沒有去宣導 你們有沒有去跟學校的科系做配合做合作 配合學校的這些教官都在做這些宣導的工作 還有企業在做產學合作 今天國防部你變成雇主 產學合作的概念 你們懂不懂 你可不可以去效仿一下 我們高職有多少是輪基科的 有多少是機械科的 然後還有你們也需要火房啊 那餐飲科的咧 募兵跟徵兵完全不同 如果你用徵兵的心態 你是募不到兵的 我今天嘗試說我來國防部找工作找看看 我到111人力議場去查 查說我要找國防部的工作 結果他就把它直接連結到國軍人才招募中心 上面專業志願士兵嘛 開始招募了對不對 然後跟你講工作地點在台南 工作時間日班 週休二日全職工作大約兩萬九千到三萬三 需求人數不限 發展願景 然後呢 附加條件需求人數兩萬八千五百三十一人 實際上 就我一個求職者來講 我看到這個東西啊 我完全沒有興趣 我會完全沒有興趣 為什麼 我不懂在幹什麼啊 你現在到高中 職的學校去問他說 什麼叫募兵制 募這些兵來 到軍隊裡面到底做什麼工作 沒有人知道 所以如果你沒有扎根去做這些工作 你在辦公室等待人家 說透過111人力銀行去找這個工作 哪有可憐 他的時薪比7-11還低啊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要招募士兵 你必須還要告訴他說 你現在這個專長 將來經過四年的軍理生涯 你的專長是可以被部隊鎖用 未來經過這四年我還幫你加值 四年退伍以後 可能還不到二十五六歲 還不到二十五歲 你投入職場 對你還是加分的 官方部你要經過這個加值效用 讓年輕人可以嚮往 年輕人18歲不見得在乎的是 薪水多少錢的問題 而是我了不了解我到部隊做什麼 我到部隊難道是跟以前的徵兵一樣去那邊 叫你擦地板 叫你掃地 叫你倒垃圾 還是說 2016以後 我們的募兵制是截然不同的一個軍隊 這裡面我們看不到那個景象 部部長你可以描述一下 2016年我們全募兵之後 國防部的阿兵哥 我們這一些招募來的兵 他們是怎麼樣做軍隊裡面的工作嗎 跟委員報告實際上 我們跟各學校的這些軍教官 都有請他們針對剛剛委員的指導 都做一些宣導的一個招募的工作 就是剛剛講的 相對性的跟我們軍方的這些專長都可以結合的 都可以請他們來幫忙加強宣導 這是第一個跟委員做說明的 就強化這一塊招募的一個工作 第二個有關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我們跟超商的實行比 這實際上是有點出路的 我不想做那樣的比較 因為這根本就沒辦法這樣比 那個只是簡化了 這個募兵制跟一般我們其他工作之間的比較 實際上我也不願意這樣比 但是我要講的是 今天募兵制既然你要做了 你沒辦法回頭了 還能夠回頭嗎 我們當然不回頭 我們是有決心者 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把它做好 那做好又有方法 第一個心態 你不能停留在徵兵的心態 我現在看起來就是還在徵兵的心態 反正我就是拿錢出來告訴你 你來做就有錢 來之後你要怎麼做 我要怎麼培養你 我要怎麼發展你 完全沒有 沒有講啊 完全沒有講啊 誰知道 大家只知道 大家只在報導說 當兵的話 起薪是兩萬九千多塊 然後到上兵的話可以拿到三萬三千塊 就是這樣子耶 很簡單的把我們的募兵制 簡化成一個簡單的待遇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然後我們在預算上不斷的添加 不斷的添加 不對 一個十八歲的年輕人 他會去考慮他的退休待遇嗎 一個十八歲的年輕人 今天四年的募兵制 讓他經過這四年 他難道要去考慮四年以後 他可以拿到多少退休待遇嗎 他不會考慮這個 他考慮這四年我可以拿到什麼 我可以得到什麼 你國軍可以給我培養成什麼樣子 所以這四年其實應該是 讓募兵制變成是一個好像一個 綜合性的大學一樣 讓這一些年輕人 經過你這個募兵的四年之後 培養了相關的專長 人格 出來投入社會 可以繼續貢獻行李才對啦 而不是把他當成兵來說 我隨便做這個派用 或者把他變成是另外一種形式的人力派遣 那我覺得如果是那樣的話 第一個我很難想像2016年的國軍 第二個 我們也不期待做這樣子的募兵制 實際上我們在他服役期間 除了軍職專長的培訓之外 因為他志願的招募跟義務是不同的 我們做了強化的工作 因為我們朝向亮小執勁戰力強 在軍職方面專長做培訓 其次就是工於進修 他跟民間的接軌 在他的服役期間 不管是四年半或者長一期的 都有給他們一個機會 做一些跟外面接軌的規劃 都有包含在這個區域 我舉個最簡單的宣傳方式跟例子 你今天如果給年輕人願請說 你加入我這個部隊 你有機會來修阿帕契的直升機 你有機會進到 去登上最先進的戰艦 而且來培育你相關的 相關的這個修復的技術 你跟這些高中職的這些科去合作 我常常舉阿 我自己所在的新設 那個眼鏡蛇直升機在那邊20年的 可是這20年完全沒有跟在地的高職合作 如果這20年可以跟那裡合作 那裡的飛機修復科會是現在最頂尖的 可是我們沒有 我們要另外再去找人 然後在地的畢業的 他變成又是年輕人的失業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一千多億阿 一年好幾百億的募兵的經費 不應該只是當成薪水把它發掉 而是透過你國防部 能夠再一次讓我們的18歲的年輕人 進到軍裡之後 又能夠磨練他另外的一劑子場 做這樣的結合 這樣子的募兵制 才有吸引力 好不好 雖然部長剛剛離開 不過次長還是要麻煩你 謝謝委員知道 謝謝江委員